国语有生善书 南天虚原唐善书 世间生活 主助先佛为南海观世音菩萨 南海观世音菩萨将 圣事 无今日将助世间生活一书 第二十回 道人是非不可为 圣事 悟道人之短 悟说己之长 人之口时常会犯下过失 因此 所说非善时不说 不利他人 造成他人之烦恼之事不说 以免或从口出而不自知也 致彼 无两又见面一同著书了 弟子在此寇见恩师 见今日恩师所下之标题 似乎与道人是非攸关是吗 没错 现今世人总喜欢道人是非 说人八卦 当作茶余饭后之话题 话不多说 我们先看案例 此时菩萨佛秀一甩 立刻现出场景 恩师 此处是羽毛球馆 大家利用空间来此运动 有一身心健康 恩师带弟子来此事 我们要单挑一局吗 真是猎徒 每次都忘了我俩有任务在身 要打球你自己有空再去打吧 恩师真是无趣 开开玩笑而已 请问恩师今日之案例在哪呢 就在你正前方这一组人啊 此场地内有二组人在进行双打比赛 各由一男一女组成 后方看见有二男一女在休息区观赛 边看边窃窃私欲说道 场上比赛的其中一对男女在搞暧昧 男的如何 女的又是如何与男的互动等 说完这一组男女的八卦后 又说另一对男女的八卦 听他们说得好像真的一样 我们再看另一场景 此时菩萨再次佛秀 又现出另一场景 恩师 此处是一间教室 看见四 五个同学围在一起窃窃私语 似乎在说同学的坏话 边说还边指着角落的男同学 说他每天下课后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 约他出去玩也不去 大家都随在意测他到底是去做什么 话越说越难听 听不下去了 看了前面二个案例有什么想法吗 二个案例皆是在谈他人之八卦是非 此现象与现今之社会现象很常见 大家闲来无事就相约成群说他人之短 有些甚至没有求证就到听途说 愈说愈夸张 你说得没错 有精云 手口设一身莫反 莫恼天下诸有情 无理之苦当远离 如是行者得度人 我们的起心动念 所作所为 不让他人增加烦恼 这个就是利益众生 亦是互念众生之慈悲行 今之世人 工作压力大 在空闲之与喜欢聊八卦 尤其是听到讨厌之人的八卦或糗事 更是有兴趣 有些事情以讹传讹 愈说愈夸张 甚至不加求证 若是传到当事人耳里 叫人情何以堪 且今日二个案例之主角们 平时便都以袭打探他人八卦为乐 自然在工作或课业上亦不会有好发展 也造下不少口业 加上现今社会媒体发达 有些人为了工作需要 需报道他人八卦或隐私 虽是工作所需 一当点到为止就好 且莫穷追猛打不留余地 而世人总会遇到他人与之聊是非八卦 当下听了之后 不该做出任何回应或评论 更不该继续散播 久而久之 他人便不会找你说是非八卦 也减少了造口业之机会 恩师剖析得很清楚 希望世人能多花时间在有意义的事情上 而不是道人是非 没错 今日说了很多 今日著书至此即可 可无回 小编整理末法书机一 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葬葬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虔诚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证果 若没通过 者可至少到寄宫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则有两位 入栏道五庙明正堂 拱横堂 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消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次拱横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横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消妻式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拱横堂圣书现世报律例 五庙明正堂圣书效劳 注印千本可消解已式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识与真诚来做无为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横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记累至二世德 准与转为阴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超把与生前住籍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横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住籍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关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住籍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狱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一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住籍往生弥勒净土 住籍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 拿谋弥勒净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六 种植无极原灵术 在五庙明正堂种植原灵术 除了先佛可施肥 无极水来就近照顾 对我们身体健康很好 这种待遇只有无极先佛才有的待遇 一般我们原灵术会随着我们业障多寡而在不同处 随着业障而受侵害 种植原灵术只需每年五千元台币整 若种植累继六年或一次性缴交五年份之费用 即可生前住籍无极正道院 可永托轮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